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社会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昨天是非常的宏洞一下 就是好像是在季篮波那一带 就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 就是有一个送餐员不知道是Food Penta还是Grab Food 然后他被一辆车给撞倒 然后那个轿车的司机撞倒了他过后 没有下来帮忙那个骑士 然后就是撞后逃 然后他这个事情就给几个摩托司机 就目睹了这个事情的经过 然后那几个摩托司机就非常的生气 就一路去追着这一辆轿车 然后到最后追到了 就把这个轿车的司机呢 拉出来拖出来 狠狠地打 往死里打 结果到最后真的是去世了 所以这个事件呢 本来从一个简单的交通意外 然后升级变成了一个命案 OK 然后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到最后是误杀还是谋杀 我相信到最后应该是误杀了 OK 我记得以前我中六的时候 我的PA老师 他有简单的告诉过我们一个东西 就是要怎样判他是谋杀还是误杀 当然警察要charge你的时候 他就要很清楚了 白贼之列明他要charge你谋杀还是误杀 OK 他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呢 你弄死一个人 你一定有一个凶器的嘛 关键就在这个凶器 如果这个凶器呢 是在现场找到的话 就现场本来就有了 那个就可以多数是误杀 如果那个凶器呢 是从其他地方带过来现场的话 那个就是谋杀了 因为呢你已经是 一早就已经谋划已久 要把这个凶器带来现场 把那个人给干掉 所以你是谋杀 如果说你那个凶器是在现场随手拿的 那种你还可以讲是误杀 所以就是这样的分别啦 所以像我还原刚才那个情况 应该多数是误杀啦 OK 所以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呢 是呢 两个字 施行 OK 什么叫做施行 像今天这起新闻呢 他的性质就是施行 而且是施行过度 导致人命发生 所谓的施行呢 就是呢 当你觉得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情 甚至是犯了法 然后你等不及警察抓他 你等不及这个法官判他入罪 然后呢 你就自己先施行 这个加法还是施行之类的 就是对他做任何刑罚 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给他的刑罚 包括了拳打脚踢 甚至到最后闹出了名 这个就叫做施行 所以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东西 就是这个施行 施行呢 本身呢 就是一个犯法的存在 啊 我在这里斩听截铁的说一句啦 无论啊 这个人啊 做了怎样 恶不舍的大奸大恶的事情都好啦 啊 落到了你手上 你都不能对他施予施行 啊 因为你对他施予施行的话呢 啊 你不管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都好啦 啊 你自己也是要遭殃 啊 在这里我就想起了 有一个 不在欧洲 啊 古代啦 啊 大概18多年 19多年这样的时候了 啊 曾经有过一个故事啊 应该是在法国啦 有断头台的地方应该是法国 OK so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真实故事 啊 那时候 欧洲啊 就流行这个断头台应该是法国啦 啊 就每天有很多那些罪犯呢 啊 就被送上了这个断头台 啊 然后有一次 啊 就有一个人 他即将被送上这个断头台 然后他就有一个仇人啊 啊 应该是那种 啊 生仇大恨的仇人啊 啊 就很开心啊 啊 他的仇家终于要被问斩了 啊 然后呢 他有一天呢 他就 买通了那个筷子手之类的啦 啊 然后他就说 他要亲自 处决 这个他的仇家 啊 那时候的筷子手呢 没有露脸的嘛 要 套上一个头套嘛 所以 他只要穿上他衣服套上他头套 没有人知道谁是谁嘛 OK 然后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咯 他就取代了这个筷子手 然后亲自的这个行刑啊 然后成功了 涨下了他的仇家的头颅 然后 后来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东窗事发 然后东窗事发过后 你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呢 这个 呃 报仇的这个侍主呢 他到最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啊 然后 罪名是什么 就是 你不是筷子手的身份 啊 你现在你就算是 啊 用这种非法的手段呢 来啊 帮忙处决掉这个死刑犯 对吧 虽然这个死刑犯是必死无疑的 啊 但是呢 你等同于谋杀 啊 所以他到最后也被 判了一个谋杀 所以也送上了断头台 啊 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是最好的历史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 不可以施予这个 施行 啊 因为呢 这个刑罚呢 必须要通过法官下判 然后再由 相关当局 当然是监狱那一方 啊 合法的施行 这个急刑 或者是任何的刑罚 啊 才是合法的 你任何普罗大众 你都不可能缠一脚来施行这个刑罚 啊 不然的话就叫做施行 啊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啊 就算那个人是一个死刑犯 就是肯定要死 注定要死的 但是呢 你给他一个灵门一脚的话呢 你自己就是谋杀罪 啊 他落到了你手上 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交给警察 然后呢 啊 把所有的证据整理的好好来送给警察 啊 啊 然后警察 把他带去法庭 由法官下判 然后再由监狱当局来向他施以惩罚 啊 这是唯一的管道 啊 施行绝对行不同 啊 施行呢 只是让你泄分罢了 但是呢 如果有相关证据落到警察手上的话呢 你跟他是一样的罪名 啊 ok so 我们回到了今天这个case啊 就是 几个摩托车司机 啊 追打一个轿车司机 到最后闹出人命 呃 我觉得是 跑不掉 啊 可能跑得了谋杀 误杀 我觉得跑不了 so 呃 这个事件呢 就让大家 呃 警记一个教训 就是呢 什么情况之下呢 都不能施以私行 啊 真的是会害到自己的 你不只害到别人 你也会害到自己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